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又感動又興奮 事關他們終於去到北緯89度30分的北極營地巴尼歐 當地負27度 沒什麼風大會說很適合跑 挪威時間午夜12點 即是香港清晨6點就開跑 他們說在冰面試跑過 感覺和在挪威浪伊一邊的雪地很不同 究竟在浪伊一邊試跑的時候是怎樣的呢 由阿子報道一下 來到這裏都距離夢想差42.195公里 來到這裏如果放棄的話是更懶惰 是首輝跑北極全馬的香港人 他們六個人率先來到全球最北極城市浪伊一邊 圍著城市跑了一個圈 是什麼感覺呢 最重要是裝備一件都不能少 因為手已經準備凍張了 很辛苦才跑完回來 感覺上已經很差 覺得是糟糕了 踩到雪地那裏 因為凹凸凸凸 其實有時候是難發力的 辛苦的 穿太多山蠔石會出很多汗 在這麼多天氣之下 會立即凍掉了冰 就冷傷了人 而之前又哭又感冒的 Francis已經好很多了 但都還覺得自己在玩的 在沙漠就感覺不到死亡的邊緣 但在這裏很冷的地方 危險性突然間覺得很強 但為了環保 沒有計 五號看他們哪跑哪拍照 很開心 是因為他們知道 不可能再沒有機會 見到這麼驚喜的雪山 跑過海邊看到很多 可以叫冰川融化的問題 北極熊用來賺食的 工具或地盤 但一路越來越少 但難得的是 這裏的居民很愛惜環境 還勸他們 不要騷擾北極熊 北極熊擁有這個地方 這裏是他的家 我們主要是一個過客 就是這句 提醒他們這次北極之旅 是背負著孫陽環保的重任 絕對不會放棄的 但你們個個這麼有使命 我天天捱夜 OT報道你們都看得慘了 遲下他們就會飛去北極營地開跑 想知道他們跑得如何 這次要緊貼著冰方邦利邦的專業 或是會用衛星電話為你全程直擊 好